那么说起来曹操呢 咱们说历史上真实的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心里明镜是这样 鲁迅不说过吗 曹操是个有本事的人 至少是个英雄 咱很多人也知道历史上曹操很了不起 天下没有我曹操 不知有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呢 那么咱们今天呢 咱就结合正史给大伙说说 咱可不是结合三国演义啊 咱说说历史上曹操 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有哪些成就 首先看政治成就 毫无疑问 如果没有曹操 那可能东汉末年 不定得乱成什么样 曹操晚年曾经有句话 说如果不是我呀 不知几人称帝 曹操在政治上是非常有远见的 你不想他本身是宦官集团出身 他祖父曹腾就是宦官 可是曹操觉得宦官呢 是个没落的这个集团 不能跟着混 所以他反过来他打压宦官势力 一点没有因为是自己是从这上出来的 他有所讲情练 那确实是东汉末年 董卓进京之后 十八路中后逃董卓天下大乱 你看那个时候都有多少有势力的 济州袁练 淮南袁树 江东孙坚 幽州公孙磅 这个等等等等 北海太守孔荣 西梁太守马棚 他认清了董卓是没有发展的 从外境过来直接就霍乱超纲 所以即使董卓要重用提拔他 他也不追随董卓 相反跟着十八路诸侯一起讨董卓 所以这个立场他站得非常稳定 到后来他迎汉县帝 迁都到许昌 即使他自己已经一家独大了 他完全有条件 取汉县帝而代之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依然把汉县帝 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很客气 当然他对外说 这叫奉天子以令不臣 反对他这人说 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不管怎么说 曹操在活着的时候 是奉汉帝为正统的 他没有篡位 当时天底下那么多英雄豪杰 谁也不服谁 如果没有曹操一通华了 最后仅剩下江东孙权了 和这个偏安于一州一带 就蜀中一带的刘备 剩下北方大部分地区 曹操都给统一了 他又实行屯田制 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就把东汉末年的战乱 在他手里短暂的给结束了 所以曹操一大功能 政治功能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络 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 环境中 曹操能够从一个缺乏政治资本的小力 到逐渐剿灭群雄 统一北方的汉象 并不都是借天子之名 公元196年 因汉县帝制许昌 曹操就向汉县帝表达其治国施政 应遵循富国强兵 用贤任能的思想 关渡之战后 曹操在军队中 挑选一些有精工的将士 担任地方行政官员 严格抑制地方豪强 推行民法之治的政策 另一方面 曹操积极地在交通便利的地区 实行屯田制度 官府提供土地 收获的谷物按比例分成 用官方计量 官六思四 不用官方计量 官司对分 不但是战时的粮草供应有了保障 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缴纳税负的负担 正是由于曹操所推行的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相关政策 发挥了巨大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才使得原本动乱不移的东汉末年 重新有了秩序 所以你从这点来看 曹操政治上很有头脑 他是不会因为一时之虚名 一时之享受 就把这些政治上的大局观都扔掉 所以曹操是个杰出的政治家 他采取的政治方略 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